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识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上上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化无上受胜的菩提心 我们继续讲六祖弹琴啊 嗯 昨天 嗯 昨天前面我们讲了这个六祖呢 嗯 会能打色 嗯 显应该一种普通的 一个人的身份吧 就在显现上 他到五祖弘人那里 开始苦行八个月 那么这个呢 作为上师的话呢 他那么有善根 那么有利根者吧 利根者呢 也是让他作苦行 他自己也是并没有傲慢 理所当然的 开始在跟僧众一起作事 所以我上一节课也跟大家强调 我们不管是居士 还是出家人 相续当中的傲慢 一定要摧毁 尤其是我们以前在世间上的 有些学问的 地位的 财富的 才华的 还有各方面的 超胜的一些功德者呢 人都有这样的一种习气啊 我的某某功德和优点呢 应该超过于别人 然后经常自己看不惯 看不起 那么这样呢 就对自己的相续当中 生起世间和出世间的功德 有一定的障碍 所以每个人应该反观自信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 值得生傲慢的 因为在某些功德上 可能我比别人强一点 比如说我是某某大学出来的 我以前在这个世间当中 是如何成功的一个人 但是到了进入佛门以后 就像我们人的佛心 应该是没有蓝白或者高贵 低贱等等 应该在佛心上 跟其他非常低劣的人比较起来 也是完全相同的 甚至有些人在他的信心 他的悲心 他的真正的一些功德上 确实是我值得学习的 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些法师和佛教当中 非常优秀的人才 不一定是他在社会上 非常有一些贡献吧 但是到了进入佛门以后 确实有很大的所谓 这样一来 我们自己也要观察 别人的相续当中 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功德要观想 同时我们自己真正是 佛教当中 你要去弘扬佛法 利益众生 这样的话 先应该做一段时间的苦行 欲为佛门龙想 先做众生牛马 世间人也有这样的说法 你要想真正的佛教当中 非常出色的人 那么你先做众生牛马 应该做服务众生 就是为成佛道 先借人缘 也有这样的说法 没有成佛道之前 先广泛借善缘 跟我们人 先做人好 要人格先善 然后再继续做佛 再继续学超世的一些法 所以我们在世间当中 人格是什么呢 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是 人具有基本的一些智慧 第二个 他还是要稳重 身体也稳重 心态也稳重 稳重很重要的 然后第三个 当然是需要清净的戒律 还有与人合作等等 各方面有三巧方面的能力 同时也需要具足一些勇敢和辩才等等 诸如此类的这些基本的 我们世间人当中也是 哦 这是好人 这个人非常了不起 这样的人格 那出世间的佛门当中 他也是很优秀的 否则在我们世间当中 特别低劣的人 这样是 到了佛门以后 不仅是自己修不成 任何一些处理的法 更有圣者对佛教可能沾染 确实 我们现在佛门当中 有个别的一些白类 有个别的一些特别低劣的这些人 他就已经摆读了 整个佛教的面貌或者形象 确实 因为个别人的行为不良的原因 有一些人 他也不知道 有些个别人为什么是佛陀当年 对形象不庄严的人 或者说持有邪见的人 这些都统统不准出家 因为他们对佛门 还是不但不起作用 反而他们暂时这样的因缘是没有到的 因为佛门是一种非常超顺的人群 至少也是超越世间的这样一种人格 所以我们在经历《六祖谈经》当中 大家应该从他们的历史学家 或者学术界 用他们的一切理解方法 然后我们用如理如实的 一直善知识的 这样的一个层面来理解的时候 也有他的不同的一些理解方法 希望这次我们学习的时候 大家应该一方面 字面上一定要讲得清楚 同时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重要的部分 大家都要明白 今天开始应该在这一节当中 我们《六祖谈经》分十品当中 现在正在讲第一品 第一品我们前面讲了这个问题 今天是第六个问题 应该说是宁格乘戒 他当时五祖下令各自到那个城上一些偈颂 用这个来总结吧 下面就是说 主一日还主门重来 无相如说 世人生世世大 如当终日知求福德 不求处理生世苦害 若自心若迷 佛何可救 他这里有一天 无足弘仁大师 他换了他所有的这些法师 与他学习的这些人 所有的人就交过来 让对他们有一些重要的讲话 重要的讲话当中 他是怎么说的呢 我今天要告诉你们 现在世间人 大家都一定要明白 生世世大 我们处理生世的问题 非常重大的事情 这是极其关业 极其重大的事情 可是如今你们这些人 整日都是求一些随福德分的 求福报 每天都是发大财 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很多人的 就像现在汉地寺院里面的 一些稍向拜佛的人 从旁边听的话 他们大多数的发愿 都是为个人 暂时在生活当中 这一世当中的一些 求平安的 这样求福德 而不求处理生世苦害 很多人并没有想到 要斩断轮回的根本 要处理生世苦害 好多人都没有这样的 如果我们真正没有认识到 自信的本面 一直求一些福德的话 那么这样的福德 怎么会是能从三界轮回的苦害当中 能救出来呢 就是绝对不可能的 所以在这里 前两天我们也讲了 赐灯吃无味 故不能净除吧 大概可能昨天还是什么 我们这个音名当中也讲过 就是说慈悲灯 虽然它是非常有功德的 但是它真正的无明我智 并不是本质上的香味 所以依靠修大悲心和修菩提心 或者说修积累一些功德 善根根根本上 轮回里面是不能拔出来的 所以一定要修无我空性 这一点很重要的 我想现在说实在的 有些汉地也是大多数的吧 不敢说很多人 大多数的有些非常著名的上师也好 包括一些慈善家也好 他们表面上有没有做善事呢 有做善事 做很多激进会 还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让他们放生 让他们整天做什么这样那样的福报 非常随喜的 这个有没有功德呢 肯定有功德的 但是这样的功德 能不能让这些凡是结缘的众生 从轮回的苦海当中获得解通呢 这是个问题 在这里五祖人 也是跟他们讲得非常清楚 如果你没有真正的认识空性 自性的本来面目 那么表面上做一些佛的 我看到很多 有些佛教徒的确也是念念经 转一转佛塔 或者每天都是表面上做一些善事 就已经可以了 我们人生非常难得 这样难得的人生当中 你做一个表面的一种善事 没有更重要的 也就是说 断除我者的空性法门 贵根基地的话 就是断除我者的空性法门 那么我们其他的这些福德 其他的这些善根 其实并不是真正根出轮回的因 这一点我想 我们学《谈经》的人 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要抉择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 哪些是重要 哪些是次要 先一定要从重要的地方入手 这个是一般世间人作为 比如说一个屠夫 屠夫要杀贼妇牦牛 他先把他的名根割断 同样的 我们要从轮回当中 要解脱出来 轮回当中的根本的因是什么 就是无名我执 那么无名我执是依靠菩提心 依靠出离心 依靠其他的什么方式 念经 还要朝经书 然后做一些慈善等等 这些能不能呢 直接的因不能 简介可以 这些是不是他的一种顺缘呢 是一种顺缘 但最根本的就是 我们要认识本性 所以大家从生死轮回当中 要处理的话 六祖这里所讲的和 我们最近学习 《法成论师》的《食量论》当中 所讲到的不蒙而合 所以大家一定要思考 如等各去 此看智慧 取之本性 薄弱之心 各作一劫 来成我看 若无大义 服如法义 为第六代主 他这里当时 你们现在都是做一些表面的功德 没有做真正的薄弱空性 或者这方面的事 下来他就要求你们所有的 因为他当时门下也是有一千多人 人非常多的 然后要求他们 你们各自回去 看自己的智慧 用自己的智慧 观察自己的心 然后你取本性 薄弱之心 也就是说 你一定要认识你自己心的本来面目 它的本面是如何呢 你应该去用自己的心 观自己的心 看一看 然后你有什么样的无形和你有什么样的境界 给我做出一个偈颂来 给我看 如果你的偈颂当中真正有一些佛法的大义 有所料物的话 我可以施主导信给我传来的 所谓的义伯和还有心法 全部交付于你 这样以后 你就成为第六代主使 因为当时都传 可以说我们像密宗当中 也有像隆清临提的 个别的 刚开始的时候 莲花城大师 也是跟空姓母一席作戒党 都传下来的 相当于是这样的 当年禅宗祖师的传法 也是这样的 他说 如果你们真的 他就下面用现代的话来讲 每一个人给我做一个作业 那这种作业并不是 现在世间人的作业一样的 乱吵 一定要看你管自己的 其实我经常在想 比如说我们中观 英明 包括佛经里面的这些论典 现在在高中以上的大学 或者这些学校里面 如果敞开的话 他们这些人的智慧大大的增长 因为你在二三十岁 大概是十七到二十几岁的时候 人的智慧正在身亡的时候 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真正 非常深奥的东西 让你观自己的信仰 或者说一些 中观音明当中所讲的这些法当然是最好的 但现在可惜很多人以前没有做过这个作业 五族要求让他们做一个这样开悟的偈颂 他来进行印证 看看你们写得怎么样 要求他们各自下去 然后还这里讲了 说是 他说 你们要求不做作业了 作业完了以后 要求你们很快的时间当中 祸首都下去 下去以后马上要给我做出开悟剂 这个是不能吃花 也不能说后面拖拖拿 不要耽误时间 很快的时间当中给我做出来 然后做的过程当中 思念极不中用 你的分别念 你的思念 你的思量不是中用的 不惯用的 你在做的时候 我要的是 不是你的分别念做成一个偈颂 然后给我弄出来 不是这个 适量所有的分别忘念 你做了这个偈颂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这些是没有用的 但是真正你要当下观自己的心的时候 如果你是坚信之人 那么言下 也就是说 当下一定会能见到自己心的本来面目 如果是这样 不要说平时的一些日常生活当中 即使他去上 拉着各种兵器的一些战场上 或者说是增上 也是非常经济贯土 非常前进一发的时刻 当时他的心态 与开悟的心绝对不会有任何变化 因为真正的开悟的心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战场上或者生活上是 最非常着急的一些场合 我们都很难观自己的心 但是你如果真正是开悟之人 在任何场合当中 他可以认识 而且这样的境界当中 始终也是不会离开的 所以真正的开悟者 不管在什么地方 都可以现现他的无心 不过有些人没有证悟 人们认为是证悟的话 在战场上也是有一些不好的形象 以前我们藏地 个别的一些上师说他是已经证悟者 他自己也认为是证悟者 这是我家乡的一个地方 后来他跟部落与部落之间有一些小小的战争 小小的一些战争 他们家人 刚才所谓的开悟者家里的人已经被对方打死了 打死了以后 他特别地生气 他七只马拿着枪往对方冲上去了 冲上去的时候 他下面的马被别人打枪打死了 他自己受伤了 受伤了以后他特别特别地生气 其他有些对他不满的这些人 他不是开悟者吗 为什么今天他要用自己的明明了了的举行当中 不安住 还要拿着枪往敌人冲呢 有些人跟他也做一些其他方面的评价 不管怎么样 这种事实可以说是没有开悟 但真正开悟者在生活当中 任何一个场合里面可以说是得到真实的觉悟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了第一个问题 修善法的时候一定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 禅宗里面经常所讲的生死自在 就是要到达生死自在的这样的境界 我们凡夫人生死自负吧 生死都是被自己的烦恼已经束缚着不自在的 而真正的大德 生死是自由自在的 在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没有任何 到达这种境界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分别念 无助也是要求的是什么呢 不要以各种忘年或者一些忽视乱象和这些 做成忽言乱语 这不叫金刚戒 也不叫偈宋 开悟戒 那么在这个时候要这里说到了 真正一些不可言说的境界 以文字来做表示 当然有些是基本上以象征性地可以做表示 有些连用词来表示也是很困难的 当时我们以前好像讲过吧 大摩祖师在中国 尤其是在扫林寺那边已经九年修行 培养了许许多多的弟子 后来他寻找他的传人的时候 他觉得他的弟众当中是非常不错的 有四个人 然后问他们的境界 问境界的时候有一个叫做道夫 他说这种境界不执着闻子 也不理闻子 大摩祖师他说 那你得到我的皮肤而已 并没有得到我的真实的精髓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尼宗词 尼宗词好像是一个女宗 他说是见不再见 他说是见到这个以后 再没有什么可见的 后来大摩祖师说 你就得到了我的肉而已 也可能跟刚才稍微有一点进步而已 然后另外有一个叫做是刀鱼 刀鱼当时他说是 所谓的乌云 四大全是空性的 了不可得 然后大摩祖师就稍微赞叹吧 你得到了我的骨头 然后后来回客他就没有说什么 向他做个顶礼 然后就走了 然后大摩非常欢喜 说是你得到了我的真正的骨髓 最精华的东西你才得到的 后来他的一波传给第二座 慧客大师 这样的话 有时候你用文字来说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真实的 就是用四量 分别量 我们《大圆满》和密法当中 也是经常有很多的 包括昔日山海和莲花生大师 他们对弟子的读传也好 对宫众传说的时候 完全是用一种表示方法 是让他观观虚空 或者说是一切了不可得 用简单的一种表示和简单的一种语言来指示 相当于是禅宗里面的禅华图 这样以后作为利根者有言的弟子 当下可以开悟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知道 真正的这种境界 并不是用真实的语言 或者用分别念来描述或者表示 这以上讲到五族要求 各个各自有这么一个要求 然后下面第七个 圣修 他作了一些偈颂 圣修作戒 主要是讲这个过程 这个偈颂是这样讲的 就是说 当是不是五族 要求他们各自做一个开悟的偈颂 那么当时东城市肯定有这么多人 上千个人 然后他们下来以后 得到了上师的吩咐和要求之后 他们就退下 各自的位置互相就开始 下面互相转告 互相议论纷纷在说 在说的过程当中 有些人说 我们这些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一些门人和修行人 我们没有必要挖空心思 我们没有必要非常费力地 用心地 做开悟的这些偈颂而呈现给大和尚 没有必要 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都是普通的人 我们也没有什么开悟 即使有开悟 上师也不会接纳我们的这种 当时他们很多人也觉得 一方面怎么说 修禅宗的这些人 还是很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样 他们并不是现在几个别人 学了两三天以后 你开悟了没有 他可能假装的时候 我已经开悟了 很想得到这个一步 然后开始做一些偈颂也好 有些人没有出家 两三个月下去开始 我要去弘扬佛法去 法师也是 让他还继续学一点 也待不住 上师们也是要求他 不管怎么样 至少也是六七年都是应该学 因为世间的一个读书 小学五年戒 小学六年戒 现在小学也是 原来我们读的时候 小学五年戒 现在六年没有过的话就不行的 九年义无教育 世间人一般的初衷的水平 需要九年的话 佛教甚深的这些道理 你就没有一点点 好像你刚刚得个居士戒 刚刚出了家以后 好像马上 我现在没有头发 我可以到我家上去弘扬佛法 非常地着急 我今天剃头 我明天到买个班车票 然后我马上要去 加上等着我的 我要去弘扬 我要去利益众生 其实利益众生太糟了也不行的 太完了也不行 有些人带来很长时间了 已经是十几年 二十年 然后 不行 我现在你众生的能力肯定没有 我现在再等几天 等几天 等几个月 等几个月 然后再过一段时间 我有一点点经义和经物的时候 我再去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可不可以让我再多一下 我多发心也可以 我这样发心 大得会行 我刚出号可以 有些人这样也可能不一定合理的吧 专门有人这样说的 男众还是女众 你们说这个人是 所以他当时禅宗修行这些人还是很老实 他们就直接讲 我们肯定没有必要算了吧 就是这样讲的 还有他们说 神修当时上座 他们的整个寺院里面 除了五族以外 当时神修非常有一定的威望 而且当时是现任的清教师 我们五种阿舍利里面 他是专门传戒 专门做一些寺院相关佛事的和尚 就是大的他们说 不管上师 虽然要求让我们做开悟的这种偈颂 但实际上他肯定是对特别其中神修 他心里肯定是想给他的 这个没有问题 没有什么说的了 我们做了这些偈颂 只不过可能实际上是不好过关而已 表面上跟我们每个人写一下 实际上到时候你看嘛 我不行的话 肯定是神修 没有什么说的了 我们这些人就这样做偈颂 这样很轻率地做这些偈颂 就像是废了心的 没有什么意义的 应该是 当时确实是在他们这个东禅师里面 除了无足以外 神修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后来 你们也在座的人肯定是非常清楚的 从整个一些历史来看 神修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大德 但是当时在六祖慧伦和他们同一个世间当中 他并没有得到无足的法传 没有佛传 但是他后来弘扬佛法的事业 非常的广大 本来神修刚开始的时候 学道教和入教的 就像我们现在世间的 一些大学的教授一样 相当对国文化的 包括一些《四十五经》等等 这些很多传统的文化 非常的精通 后来他到了五十岁的时候 才遇到了无足大师 然后在无足面前 后来发心很长时间了 大概是六年吧 好像记得在六年当中 也是在寺院里面干一些什么提水 还有什么皮柴 虫米等等 做很多很多的苦活 已经在六年当中 当时他的人格也好 他的人品是非常非常好的 后来他出了家以后 无足也是把他安慰 因为他当时确实是非常好 他当时寺院里面主要的上座和尚 就是上座大师 后来无足缘寂以后 这个禅宗的法门 可以说是大江南北 整个无腹四海都是遍地开花 弘扬得非常地人 然后当时他是叫北传也好 或者是剑门派 圣修这边虽然他没有得到一步 但是他在北方这边弘扬得特别广泛 灰龙在南方那边弘扬得非常好 后来好像供养七百年的时候 五则天当时听到禅宗的 尤其是圣修的法门 非常地殊胜 而且他下面 好像圣修的弟子当中 有三个大的果实 三大果实 他的弟子当中有三大果实 当时他是公元七百年的时候 已经九十多岁的高龄了 九十岁了 五斋片准备让他请到皇宫里面当果实 但是他很真实地 他说 我真正的残法带传人 灰浪大师 我这边没有这个能力 让五则天最好到南方 灰浪大师那里去 求他上皇宫来 当时五则天的耳边 传到灰浪大师第一次的声音 也就是说 通知者的声音第一次 然后他也是后来通过各种途径 到南方来求灰浪 求灰浪的时候 灰浪当时已经拒绝了 没有去皇宫里当果实 据说他有两种原因 一个原因 他是南方人 他的身相长得并不是这么好 他担心对自己的法门有一些影响 不像身袖一样 鸽子高大 身相庄严 北方人非常好 他从南方过来好像有点担心到时候不接受 还有一个说 当时是他的上师 也就是说五足要求他在南方弘扬法门 弘扬禅法 后来他就一并接口 没有入皇宫 但是五则天后来袈裟 还有很多其他的礼品 开始供养给他 也持了一些大的名称 就是名称 是这样的 所以我在想 不管是蓝派也好 白派也好 称宗 后来确实在当时的整个东南西拜 非常弘扬 主要是这两大大德 但是从这些里面可以看出来 这个圣修非常老实 他可能真正的证悟 这个五足也当时没有一波传给他 然后他自己也认为 自己可能下面的一些故事里面也看出来 他自己当时没有真实的顿悟 我们大圆满的本来清净的根机那样 当下就马上开悟 不是这样的 但是他自己一方面并没有嫉妒心 还有一个 他自己心态是什么样 老老实实地对上师面前没有什么隐瞒 很直接地讲出来 这就是他的一种特言吧 可以这么说 那么刚才已经很多人想到了 我们做了也没有什么用 肯定是圣修大师 他肯定是 让众人闻语 众戒细戒显艳 我当以后依之圣修何凡作戒 他刚才的这些话 他们都觉得圣修大师肯定是开悟者 他的偈颂做完了以后 我们都没有必要做 所以这样的语言辗转传来传去 最后所有的人 他门下的所有的人 都没有想做开悟偈颂的打算了 所有的人都说 啊对对对 我们现在就不用做偈颂了 以后我们可以 这次肯定生修没有问题的了 他肯定是开悟者了 上师肯定传给他了 传给他了以后 他就变成第六祖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依止他了 没有必要 麻烦现在都开始 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偈颂 这样都没有必要了 当时他们就这样讲了 这样讲了以后 下面就开始神修 神修是为主人不成劫者 为我与他为教授舍 我须作劫将成和尚 当时神修他就默默地思维 他想现在我们这个寺院的整个状况来看 好像这次上师要求他们 每个人都是做一个开悟的偈颂来跟他呈上去 可是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传来传去 都认为我在这边肯定没有问题的了 所以因为他们都为我作为他们的清教师 所以他们都没有做偈颂 那这样的话 现在对我来讲 一方面我作为一个寺院的可以说是上座清教师 我不做的话可能上师也不高兴 我要做 另一方面他们这么多人对我有很有希望 我没有做也不行的 所以我必须要做这样的偈颂 就是开始呈现和供上 上师 和尚 他刚开始的想法因为种种原因吧 因为种种原因我肯定这个偈颂还是要做 但下面他还是有一些矛盾 他这里说后来有一些矛盾 他说 想来想去如果这次没有做开悟的偈颂的话 这个无诸大和尚不知道我心中 所了悟的一些空性的见解的身前 所以这次是个机会这么长的时间 六年当中都是没有一个机会让上师亲自迎接 这次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机会 不做肯定是不行的 然后他要想做的话呢 哎 做的话有一些不好 为什么不好呢 因为我如果这次曾这个机会 做这样的开悟偈颂的意图也好 这种想法有两种情况 有一种情况如果是求法的 我为了因为他无诸到时候真正是开悟者 他有无诸的话 下面也会传的 他就很深的禅宗的法门直接传给他的 所以我如果是求法的心来 如果这次做偈颂的话 那么这个是个好事 这应该是善事 大家也值得赞叹 我自己也应该做的 但是现在刚好的话 无诸也说了 谁有开悟的话 我的法语和地就成为六诸了 那这样的话 我为了真正是得六诸的位置 而这样求的话 那世间的凡夫人 也是为了多一些自己的很好的位置 就开始争分度力 也有这样的 那这种现象跟世间人就没有什么差别 这是特别不好的一种现象 所以我现在若不做得不到法 若做的话 我这个心态别人也可能不理解 可能很多人也可能有这种吧 所以现在拿上讲 怎么样好啊 他有种犹豫不敌呢 不做的话 好像这么多人也是对我有希望的 要做的话 好像为了无诸的这种传人 得到这样的话 那我为了这样也不太很好 前一段时间我要求写我们这里的有些道友 我们都是没有这样的开悟 要求让他们写一些论文 研究生的论文 然后有些有点过滤 不写的话好像是个机会 看怎么办呢 要写的话好像是得到这个文凭 我不是已经出家了吗 那出了家以后还要为了这些的话 不是跟世间人差不多了吗 写也不好 不写也不好怎么办呢 有些也有这样的想法 但实际上我从这个当中也可以看出来 神修它是广闻博学的 世间学问非常不错的 但是世间的学问往往都是对证悟和对信心 有时候有一些障碍 因为他学得多 他动得比较多 在这个时候 他的心思很容易扰乱自己的真正当下的一些悟性 有时候包括我们的辩论 包括我们平时的一些探讨 我们在这个私下来经常想的是什么呢 要做别人 要说的因 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观点 这样记下来 然后这个时候 往往都是对自己当下的心 静下来的几种情节有一些 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来 当时从开始的时候 神修有点矛盾 看不写也不行 写也不行 好像人很老实 他还是很直接地 把这个道理都已经说出来了 但是他在解决问题上面 五周当时要求不要加思量 你们直接给我写下来 然后他现在一直想来想去 他下面想得更多了 所以有点矛盾 看怎么样 不知道他们拍的电影是不是这样啊 我都很早以前看过 现在都忘了 那么下面这个神修 大唐是可以说是金腿两难吧 他就不知道写也不行 好像不写也不行 不写的话得不到法 确实是法特别殊胜 这是很好的机会 写的话别人也现在好像为了六祖的传人 都在这样想的话 我也这样写了 作为一个修行人也不太好 所以他确实也比较难吧 很多人可能真的有一个上师真正把他的传承传下来 作为一个老师的一些分别念比较多的人 他也可能处于一种矛盾当中吧 这也是反观自信的话 大家也是非常理解的 那么这个时候他说是 五祖堂前 又不能三间 宁请供奉路正化 能言变相 以及五祖雪灭头 公传牛传供养 那个时候他就讲了另一个情节 也就是说 五祖弘仁大师的法堂面前 有三间阻廊 其实这个三间阻廊全是白面墙 就是三间阻廊 他那个房间 然后他本来打算 想请一个叫做陆正 陆正是一个佛教徒 也是一个画家 他是这里所谓供奉的话 在供廷里面专门做画画的 是一种植物的称呼 他是专门做画画的这样的供方路正 就像我们某某画师 本来这个五祖在他前面的走廊当中 有一块空的墙 在这个墙上面想准备画 一个是冷切的变相图 还有五祖的血脉图 两种图 这个冷切变相图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从五祖以上 包括大摩祖师当传下来的时候 对冷切经 冷切经是非常的重视 很多上师也是依靠他而获得证悟的 这样以后 冷切经当时斯里兰卡 佛陀怎么给所有能切发挥的人 传授的整个经理 就像我们现在的极乐图 或者一些佛传图 佛陀的传记图 他们本来在汉传佛教当中 也有这样的冷切变相图 他本来像是禅宗最重要的佛陀 传下了大摩之间 冷切图里面之前 之前佛陀怎么样 跟当时的说话众生面前传授的整个经理 就是冷切图当中可以描述 这个画像也本来像是在空墙上面想画 还有他五祖血脉 五祖血脉是从大摩祖师到 五祖弘人以上的整个传承上师的法脉 我们经常有大圆满祖师的一些 现在我们上师法王如意宝的纪念堂里面 都有大圆满祖师的这种探卡 所有从普相网如来 一直到现在头盖如意宝和法王如意宝以上 就像他们禅宗 也是所有这些上师的画像 并且在下面都是有一些 当时他们开悟的一些偈颂 配上这些开悟的偈颂等 本来是他空墙上面画这样的两个图 然后流传于世间让后人作供养 本来五祖有这样的一个打算是这样的 但是没有想到生修他的开悟贴在那上面 将来不是现在 本来有这样的一个空墙 然后生修作戒一乘 就称乘以速度欲乘 行则唐贤 行中欢呼 边身汉牛 离乘不得 前后近四日 十三度乘戒不得 这个生修不是因为他没有开悟的原因 刚才前面他一直想到底做还是不做 有很多想法 后来他就想来想去该做吧 做就做 不管怎么样 他就已经做了偈颂 做了偈颂以后好多次都是想到上师那里去 交给上师 一直到了上师的法堂前面的时候 他心中恍恍惚惚 有点害怕 紧张 包括身体的整个可以说是汗牛加倍 个别人在讲考的时候 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 一会儿说这个 一会儿说那个 昨天有一些人 首先电上名字的时候 我想这个人肯定过来的时候 肯定还是会表演的 因为弟子 咳 咳 咳 所以当时生修也是一直去了好多次 以前我们有时候 拜见上师如意宝的时候也是很害怕 刚开始的时候不太害怕 到最后的时候非常害怕 一直在上师门口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学院的一些事情商量 商量以后自己也没办法定下来 学院的几个大堪布和一些 有一些事情一定要问那个上师 下面就开始推你去你去 谁都不敢去然后又出钱 出完钱以后又不敢去就经常这样的 所以当时可能巫族确实也是这个 他很有威厌 弟子特别害怕可能这样的 然后生修一直特别害怕 一直想好多次想去把偈颂供言给他 但是一直没有去成在经过四天当中 已经前前后后去了十三次 但是还没有得逞 已经十三次又到门口又在那里 又不敢去了又害怕又回来了 又害怕 这是一方面怎么想 我在想他对上师是非常恭敬 不像现在的世间人一样 对上师一般都不放在眼里 目空一切不是这样的 然后一方面他也可能说出来 他不是开悟者 如果开悟者就不会观这些的 他就直接把偈颂扔在上师那里 可能会这样的 他就没有很多的顾虑吧 如果开悟了以后没有顾虑了 然后后来他就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妙计 他就想出一个办法 他想不如上师不是准备画冷切相和无足相的 有一个空枪吧 那个空枪最近上师也比较重视 天天都是看那个空枪 那么不如把自己所写的偈颂写下来 写下完了以后就写在那个下面 那么应该让和尚他自己自然而然能看到 这样就好了 如果上师看了以后说是写得很好赞叹的话 我开始出来向上师礼拜说这是我身修作的 他也比较聪明 如果说这个不好那我就不说什么了 上师也不知道是谁写的 但是我心里还是很惭愧的 在这里山上已经到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年了 而且我作为一个寿座的请教师 就是经常摆受一些别人的供养 礼经 礼拜 这样那我怎么会是能真正修道呢 他当时心里面有两种打算吧 就可以说是得舍从缘 心无正见 我们以前有一个偈颂 他没有达到这种境界 得和舍随缘吧 心没有正见 没有达到这样的 他一直忐忑不安当中吧 但是他如果真的上师没有认可 觉得自己特别惭愧 做一个寺院的上座请教师特别惭愧 觉得很多面前的事非常不好意思 但是如果赞叹的话我一定要说这是我做的一定要说 然后他到半夜善根吧 我们世间一般有些里面讲的 比如说七点和九点之间是第一根 然后九点到十一点是第二根 大概是十一点到一点钟之间吧 大概两个小时 这个叫做三根吧 也就是说大概是可能十二点左右 因为汉地一般可能以前也会这样的吧 现在汉地很多寺院不像我们学院一样的 我们那个学院好像十点钟都是最大家认真的正在上班的时候 但汉地一般寺院到了九点钟就全部都已经灯灭了 早上四点钟就开始起来 可能他们也是这样的 就是当时九点钟以后可能已经夜深人尽了 在那个时候我生修没有人知道的时候悄悄地开始起来 一只手拿着一个小小的油灯 然后一只手在上师自己准备画两种相的空墙摆上面 就开始画自己的偈颂 画完了以后可以显入自己所证悟的见解吧 也可以表示自己所证悟的见解就画下来了 那么画的是什么内容呢 我们经常人们喜欢念的是什么呢 生死菩提树 心如并净态 时时轻浮时 无时日常碍 他这样的偈颂吧 这种意思就是说身体是菩提树 那么佛陀当年称佛的时候也是在菩提树下称佛的 所以我们的身体也跟称佛有直接的一种因缘 就像佛陀成佛的时候在菩提树下一样的 心的这种成佛依靠身体来实现 心就像明镜塔一样内外透明的 可以呈现一切万物光明磊落 就是这样的一种 心 这样的心要时时刻刻需要有各种忏悔 修行来擦拭 就是来擦拭 千万不要有各种贪嗔痴的尘埃 就开始赞上了 染污了他 这个偈颂里面 我们从表面上看来写得是很好的 这个作为一个真正的鉴修者吧 像一般一个根结的人来讲这样的道理还是 身体也是很重要的 心也是不要用很多的烦恼战略 时时都是需要忏悔 时时都是需要关自己的心 这样说的话应该是很好的 这是他的开悟 但是我们这里也可以看得出来 并没有发现好像真的他已经误导了 并没有这是一个简单的一种前行的 或者让全人行善的一个偈颂法 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他只是说心事如明镜塔 但是怎么明镜塔很深的道理都没有讲的 然后其他后面两个颂词这是需要一种忏悔 需要一种经常尽情努力吧 这么一个 然后神修做完了戒以后 他晚上就开始一个人跑到辽房里面去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冬天 如果冬天 我在被窝里面害怕别人知道 但是当时谁都没有发现 谁也没有看见 然后神修一直思维着 他心里面想 他睡都睡不着 然后就回去以后想 哎呀 明天上师看见我那墙上偈颂的时候 会不会欢喜啊 如果欢喜的话 说明我还是真的成了第六祖了 已经对禅宗的法门有着非常深深的因缘 那我以后怎么样弘扬佛法啊 怎么样尸属弟子 利益众生等等的 又想了很多很多的 然后又想到了如果上师看见这个偈颂的时候 他就不承认 而且如果呵斥不认可啊 那这样的话我怎么办这肯定是我自己 并没有很好的修行 没有认识自己心的本性而迷惑的原因 熟师的业障也是特别重 说明我对这次的法没有缘分 肯定得不到任何的法 所以在这两个方面他一直在心里面 一直有各种想法 然后他一直想 哎呀 上师的这种 明天到底他认不认可 他的这种甚深的秘义的话 我这样的人是很难以测度啊 然后他在廖房里面一直想来想去 前思后想 一直这样想来想去 坐也不识 站也不识 睡也睡不着 一直坐不安 一直到五更 早上五点钟天亮了 一直到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偈颂当中也可以看出来什么呢 第一个 他对得法的心确实也很切 否则恐怕有些人觉得得也可以 不得也可以 对上师没有信心 对法传没有执着的话 就无所谓 他肯定睡得很香的 哎呀 反正我把这个偈颂已经写了 我刚才就不敢去嘛 现在已经写了 上师怎么样就无所谓了 他可能会这样的 那另一方面 他对上师是非常的恭敬 整个这些文字当中 在上师面前去了这么多次 他也特别执着 上师到底认不认可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 奸门者 持敌者 这样的话 一直上师的一些窍诀 在这里面也是讲得很清楚 而且也相当于我们有些人的心是一样的 一方面也要顺顺上师 一定要谢这个基督 那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自身的一些 别人对自己各方面的赞叹或者呵斥的问题 同时自己也是将来得不得法 相当于我们现在有些人的心态非常的相识 当时圣修在修道的过程当中 其实这样的修行人也非常老实 很真实 我以前看过一些圣修大师的一些故事和他的一些虐转 确实是他人非常的不错 很多东北人说 我们这个东北人很直很爽 什么什么什么 经常说 也许可能真的他性格还是特别特别好的 但是他分辨念比较重一点 他就看怎么样好 一会儿想这个 一会儿想那个 但一直到第二天了 就讲到这儿吧 好吧 就像连续片给我们留一个 下面到底做了什么 中间有一点广告好吧